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潮民的頻道 我是你們的主持郭靖彤 就在紅海那邊的局勢 胡快的力量組織和美國的聯盟 雙方水火不容的情況下 剛剛在27號 胡快的力量組織就發動了一次的旗襲 這次旗襲就是先對著美國的卡尼號 驅逐艦發射導彈 然後過了幾個小時之後 就對著其中一個他們護航的英國運郵輪 來進行發射 而成功擊中 船還在紅海中心 在紅紅燃燒 也表示一直以來 對運往以色列的雙船動手的這群組織人員 即使美國已經開始派出大量的驅逐艦過去護航的時候 都沒有減退的跡象 而今天就會就著最新的紅海那邊的局勢 來陪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到底打下去哪一方是有優勢的 而再打下去的時候 雙方下一步的部署應該會怎樣走 而除此之外 雖然坊間就有很多時評和傳媒不斷地說到 中國和俄羅斯在紅海是有優待的 但是這個新聞大家都需要有些保留 因為進一步的證據出來就是中國其實都是運貨受了的受害者 但是有一件事它有證有據 就是海上的絲綢之路這條路沒有了的時候 卻令到我們中國的陸上絲綢之路 中歐班列就爆滿不僅是倉位以倍數來上升的價位 而且一倉難求 說的是運貨的倉 到底這個陸上絲綢之路 怎樣見證我們中國的高瞻遠足 背後有什麼意義 現在最新的運貨情況又怎麼樣 因為快要踏入春節了 除此之外 萊塔尼亞胡繼之前在世界的媒體上流出了一段 他背後譴責美國譴責阿聯酋卡塔爾的一段錄音 他進一步怎樣表態關於這段錄音呢 只知道就是現在他已經被國際法庭判定了 他是促使了民族大洗牌 而民族大洗牌的罪名卻連同美國都一起遭殃拜老頭 都同租這個罪名來指控 這次巴爾之爭可以說是對拜老頭的選情有多重打擊 隨時今屆都連任不了 在節目開始之前 先做一點呼籲 新潮民在未來2月25日至3月8日為期13日的 東北哈爾濱冰雪之旅加俄羅斯的旅程正在接受報名當中 有興趣的朋友就可以WhatsApp過去 加852-6828-7447去找潘小姐報名 而關於這次的行程重點 我亦都會在這條片最後的10分鐘裏面為大家介紹 大家可以看完這條片之後 再WhatsApp過去也未遲 在這裏就期望到時見到大家 和我玩盡這13日的東北加俄羅斯冰雪之旅 再之後就跟大家呼籲 未來新年的2月18日晚 和2月20日晚 分別就是農曆新年的初九和初十一 新潮民英海天宴會廳的邀請 位於里漁門海旁道中55至59號 他們的邀請特地為我們設計了一個 新潮民里漁門新年海鮮晚宴的菜單給大家品嘗的 繼之前黃潮會和黃潮會的春冰和香港賽馬會 在接下來我們會辦的馬會會員會所的晚宴之外 兩個活動都火出爆滿 所以特地搞海天宴會廳的里漁門新年的海鮮晚宴 沒有人數上眼沒有爆滿的情況出現 大家儘管叫親戚朋友來到來參與 電話就是加852-6892-0128再說一次加852-6892-0128 Whatsapp用文字來進行報名和訂位的事宴 每一位價錢就是550元一位 大眾化價錢菜單也非常精彩不會令到大家失望 就是吃鶴里漁門的特色 有這個黃金的焗新鮮海中蝦 有這個萬煮機銷大連鮑魚 有龍躉兩尾有龍躉炒球和龍躉紅燒頭腩 還有澳洲芝士焗龍蝦 衣麵底 還有金蒜銀絲蒸大圓杯 肉食方面有他們海鮮業會廳的 極品燒鵝 有他們的瑜伽湯 菜 有上湯浸膠外時菜 海天炒飯煮主食 椰汁桂花糕和果盤做甜品來結尾 新年初九和初十一 18號和20號 期待見到大家 再說一次電話是 加852 68920128 在節目開始之前 請分享 讚好 留言 訂閱 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還有記得按我們的鈴鐺 按全部 這樣你就可以收到我們的準時 節目推送通知 在這裡就有勞大家 鴻海的戰線到目前為止可以是信息萬變 這場棋局變幻莫測 但沒有紫色的跡象 即使美國是聯軍走到鴻海 以互相船互航的理由大舉踩入這個地頭 企圖建立自己新的勢力 我轉頭就會說為什麼我斷言 一來就會用這個前設來形容美國的行為 因為轉頭我會解釋 到底胡快的力量組織和美國那邊的聯軍 再打下去的時候他們有什麼部署 有什麼目標 而對他們來說有什麼實際的利益 因為怎麼算都好 現在美國所謂用航母戰鬥群來互相船 本身就已經完全不合成本效益 尤其是胡快力量組織所射的每一枚導彈 美國都是用10倍的價錢來迎擊 而且不是每一枚都可以完全截得到 根本就是銷糧 銷儲備 所以美國能進去那個地區的時候 一定要拿盡利益 既然打的時候 就不只是匯的商船物流 那些上面的百貨那麼簡單 即使是大宗商品 即使是運油 都頂不住他們龐大的軍費 所以一定是想建立新的中東勢力 一定是想進佔也門這個地方 而我們新潮民之前的節目也都和大家說了 也門這個地方可以說得是 這個世界 比這個世界哪裡都更加複雜 大大話話 有幾個不同的組織 幾個不同的背景 互相之間都不停的爭取 自己可以完全一統也門這個地方 話說最新的消息1月27日 就傳出來 美國的卡尼號驅逐艦 就成功用他們的戰斧導彈 就進擊了胡快的力量組織的基地 所謂報喜就不報憂 是因為 他此前在26日出了大狀況 話說26日 即是之前的一天 胡快組織 就和美國英美這隊聯軍 就進行了這個奇襲攻勢 首先 這個胡快力量組織 就在26日 對著美軍的軍艦 來出擊 而這個出擊的行動 就成功被美國的導彈 是截擊了 幸保不失 但是那幾個小時之後 另一枚導彈 就擊向英國的運郵輪上面 這個英國的運郵輪 就是托克集團的貿易公司 一架叫做馬林 盧安達號的郵輪 上面說明油是來自俄國 是扣入至俄國的 但是都沒有說照動 一動的時候 馬林 盧安達號 右邊的油倉就燒著了 要馬上利用船上的消防系統 來去撲救 出了大事的時候 也都證明了 在紅海局勢裡面 美軍就算怎樣護航 即使航道是這麼窄也好 你都邊場莫及要中 都是要中的 也都證明了 之前他十國聯軍之前 出征之前所說的 那個預言就是 自保的能力就滑滑有餘 但是商船隔離這麼遠的時候 試問怎樣可以保護到他們的免受攻擊 根本是不可能的 排山倒開的導彈和火箭 隨便撒中一點點 都已經嚴重影響物流了 話說英國的運郵輪就燒著了 美軍同盟那些軍艦馬上上前來幫忙 而消息呢 也都透過英國的海上貿易行動辦公室 和英國的海事安全公司 來去確定 然後去報出這樣的消息 因此才有 美國在再過八個小時之後 去到凌晨那時候 踏入27號 就對紅海那邊 胡快的力量組織一些 反航導彈 所射出的基地 來進行攻擊 就是因為有一個 這樣 英國的郵輪 是中了彈的消息出來之後 所以 之後 有另一個郵輪 另外其他郵輪 本來也是想著 去跟同一條航導 由亞丁灣 來入紅海的時候 都馬上掉頭 也都證明了 即使 英美聯軍一起入到紅海的時候 胡快組織 都是 有進無退 說了要打的話 就一定要打下去 而事後 胡快的力量組織 也都在他們自己 的這個西拉電視台那裡 這個馬西拉電視台 就是他們的廣播 一個電視台 他們不是純粹 一班 這個力量分子這麼簡單 其實人家已經有組織 有政治 幾近是一個 治國的 規模 就承認了 透過發言人 薩雷亞 證明了 是他們做的 而他們也都指到 這個 不是偶然的行動 不是終極的一擊 而是 大量攻擊的開始 他們有大量清晰的目標 他們有一個清單 很多人都在誓味著這句說話 到底他們的清單 是什麼意思 馬上就對應了 就是 是在1月中15號的時候 他們曾經對英美那邊 說明說會踩入紅海的時候 他們說 英美就是他們指定的目標 如果他們敢踩進來的話 1月中的時候他們說過 會對英美的軍事入侵 他們指到明他們是軍事入侵 會有最有力和最堅定的回應 這個清晰的目標清單 隨時不只是 那些雙船和軍艦要入紅海的清單這麼簡單 甚至極有可能是美軍 在中東各個不同的基地 中東大謊說美軍的基地 在很多地方都有 沙特有 約旦有 阿聯酋 卡塔爾 巴林 以賴克敘利亞 科威特 和吉布提 都有美軍基地 這些美軍基地 全部都是駐紮在那裡不會走的 隨時都可以成為 這些流動性強的胡快力量組織 他們進擊的目標 順帶一提 就是這件事出來之後 英國不斷強調 告訴所有人 即使我的船上的油是來自俄羅斯 雖然我扣字俄羅斯 但是我也是沒有超過G7的價格上限 G7曾經他們自己幾個國家坐在一起 自己為油價定一個上限 當然那些產油國聯盟是不會聽他們說的 這件事本身不是新奇的事 因為其實在1月12日那時候 你知道插著巴拿馬旗的一個運油輪 他也是 船上也是買了俄羅斯油的話 也是受到進擊的 所以如果經常坊間裡面 有消息指導 當然也是 因為胡快那邊的政局成員 也曾經在媒體上指導過 就說中俄有關的一律船隻 都會有優待 是不會動他們的 相信這個只是政治表態 實際的情況是會動的 而且紅海那邊航道太窄 根本你誤中其他船隻的機會是非常之大 美軍為了報復 所以就對港口城市 柯台達地區 的胡快力量 分子他們的住宅的地方 進行進擊 所以變成了1月27日這宗新聞 叫做先報起 再帶出之前的原因 其實現在在紅海那裡已經幾近 就見不到一些商船 來到去出入 如果有的話 千萬不要以為是純粹因為很急著運貨 所以寧願 捱貴保險 甚至沒有保險 或者加船員的人工 都硬要穿過紅海 希望可以有奇蹟 這些說法 是外面有些新聞刻意這樣說的 所以這些船 如果一入紅海的時候 一有什麼三長兩短 就可以來怪罪 說這個胡快力量組織 阻止一些正常的商業貿易行為 連累這個世界等等 就可以有更多的罪名安在他們身上 其實事實上來說 在紅海那裡 沒有必要的話 正正常上運百貨的船 或者大宗商品的船 都不會過去的 可以去的話 其實在背後 是有戰略的目的 它不是普通的商船 可能是在運用戰略物資 又或者是特意要來做戲 就是說表面上就是有商船要去紅海運行 要有美軍的軍艦來護航 其實可能是美軍的軍艦要踩入紅海 要找一些商船來包裝 應該反過來這樣說才對 因為怎樣計算也好 現在美國的行動 它每一支戰虎導彈 它每一支導彈 要截來自胡快那邊的火箭 和反艦導彈 成本是高出十倍的 完全就不合成本效益 而且出動航母戰鬥群 來互相船 到底雙船到底是運什麼呢 難道是為貴君熟嗎 難道是每次都運油嗎 就算是都未必能夠抵得住龐大的軍費成本 還有 雖知道美國要截擊所用的導彈 就已經買少見少 除了生產成本貴之外 產量也是一個問題 每次這樣射發的話 就很快射光射清 從一個動作我們看得到 最近美國就從日本那邊 日本那邊就買400枚戰虎導彈 而每一支還要給他們美國本身的價錢 是貴多一點點 即是表示他們有大量的需要 也都所值無幾 有消息就是指到 那些商船會出兩三倍的人工 希望有勇士 想賺錢的時候 就幫忙行選 大貨就過這個洪海 其實這個消息就是在英國的 戰區運營委員會那裡 你去說的 是因為戰區運營委員會 他們出兩倍人工 運的都是戰略物資 是1月19日生效的 看看有沒有勇士 願意協助他們運的戰略物資 而在1月24日 也是美軍的船隻 經過洪海的時候 去到萬德海峽 知道狐快力量組織 是會直接對他們進行進擊 而雙方也擾讓了兩個小時的摩擦 有大量的平靚正彈道導彈 就擊向多艘美國的軍艦 所以那些美軍用的物資船隻 馬上在萬德海峽那裡 要截反回亞丁灣出去 上面的是什麼船 上面的是馬士基的船 叫做馬士基-Detroit號 運的是美國的戰略物資 這個消息就是經馬士基 丹麥的馬士基公司是可以證實得到的 雖然他們這些美軍的軍艦 行保不失 美國的格雷夫利驅逐艦 成功將兩枚導彈擊落 有一枚就是胡快那邊自己射不准 就進了海 但是此舉也更加證明了 胡快那邊要行動的決心 所以現在根本不要說中國俄羅斯 是沒有可能得到優待 因為正如我們已經天天多番所說 雖然有很多新聞消息傳出來 但是這些新聞消息都是翻譯了 美歐集團那邊很想你說的 就是中俄那邊是有優待 是可以墊銜墊過 得到胡快組織的這個通融綠燈 其實幾個人是沒有可能的 因為這些行動根本沒有公司會補 不只是加補費就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 而在這個攻擊的過程裡面 你不知道有些什麼會發生 小小的碰撞小小的磨擦 都可以令到物流這件事毀掉 所以沒有人會冒這個險 而稍後我也會跟大家講一個新聞 就是中歐班列這件事 也可以證明到 就是為什麼中歐班列越來越多人來選用 這個是陸上的絲綢之路 由中國去到歐洲 去到歐洲那邊的西班牙那麼遠 也都證明了現在這個水路是行不通的 雖然19號胡快的政局成員就說過 中俄有關的船就不會動 也都西方那邊傳了很多消息出來 就之前就已經說過 就是那些船盡量要跟中國貼關係 例如說那些船員是中國人呢? 就要特別來到去說出來 因為進入之前的話要報船的資料 還有船上一有中國貨一定要大事宣揚 如果船是曾經經過中國的話就更加好 還有就是有消息說到 就是很多雙船他們就在紅海外來集結 等到有中國的船要入紅海的時候 他們才跟著一起去 就打算借一些椅帶他們進去 來補個平安 這些都是新聞謠言滿天飛的消息 轉頭就可以從數據和各大物流公司 和貿易的行動和決定 來辯清到底是真是假 來自西方媒體的東西 那些什麼路透社 英媒那些 大家真的聽一半好了 確實的數字就是自從 在亞丁灣紅海那邊有這樣的亂局 這兩個月來 入紅海的船已經比正常減了一半 而以貨物貨運來算的話 是少了67% 即是七成那麽多 那剩下三成的時候 是不是因為他們很急的貨物 又或者是不是因為一些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加大保額都照去 是不是這麽簡單這麽單純 那三成應該就不是一般的商用運輸 但是可能大家就會覺得 影響了紅海區別物流 看來中國是非常之大的受害者 中國有我們中國的back up plan 因為就快到了農曆新年 大家知道農曆新年 在內地的氣氛 就比我們香港慶祝得更加早 因為他們要準備春運 但凡是春運之前 所有廠家所有貿易公司 都盡量把貨物交貨物 然後安安日日的 到一個月的新年假期 等過了大年初十五之後 到慢慢的工人開始上班的時候 就開始生產新一輪的訂單 所以未運完的貨都是要運 中國就有 除了水上之外 還有另一個選擇就是中歐斑田 但是千萬不要以為 就是這個水上的絲綢之路 由中國這邊 運到亞丁灣 再經洪海 再穿蘇爾士運河 才去到歐洲 受創的一定是我們的經濟 因為大家都知道 中國就有大量的商品 百貨來出口去歐洲 但其實當中也包括零部件 意思就是說 如果零部件 來自我們中國的零部件 受了的時候 美歐世界那邊 他們有什麼高科技的生產 都是因為零部件 或者原料的欠缺 導致他們停滯不前 而這個是確確實實的事實 所以令到那些工業高級科技的大國 德國 都因為零部件受了 而影響了他們的產能 所以 今次這件事 是全世界一起受累 唯獨是我們中國 就有Plan B 就是我們中歐班列 能夠繼續如常運貨 而先未去到中國的Plan B 就是此舉 到底是否中東那邊的胡派組織 任意妄為 而中東各大強國都勸他不住 導致那裡的亂局 累穿世界 其實也未必 因為 大家知道 歐美的經濟疲弱 通脹非常之嚴重 所以他們 過去這一年都不停地想辦法 如何去舒緩這個通脹 尤其是美國 未來2024年必定要減息 但是若然海運的成本高了那麼多的時候 海運的成本高了那麼多 就導致他們的通脹 即使他們怎麼減息 有什麼舒緩的措施 都變得泥牛入海 而另外就是 不僅是百貨騰貴 通脹不下 這件事影響到他們的經濟 就是他們自己引以為傲的一些生產 都是供應鏈的斷裂 沒有零部件 沒有原料 而導致他們的生產力都受影響的時候 所以 最近有時評說到 隨時不單止 通脹 下不了來 歐洲的經濟 隨時可能面對萎縮 在這裡 首先離開中東之前 我們就解釋一下現在中東的情況 現在的情況就是 如果中東各國是加入戰團 這個很明顯就是 巴爾那邊的戰士伸延出去的和聯 如果各國都用國家的層面 來加入戰團的時候 事情將會一發不可收拾 所以現在 走的第一步 都是將他們旗下的刺激組織 力量分子 來動用 最多國家就在背後來支持 現在的戰線都是這樣 但是雖知道中東那邊 教派也好 主義也好 不同的刺激組織 不代表全部都一起 是維護著中東的利益 有很多這些刺激組織 都是尾掛或者歐洲扶植出來的 例如說 最近伊朗和巴基斯坦那邊 在搞事的秘魯茲組織 例如說中東那邊 惡名遠播那些SS組織 又或者組織裡面的細作 被滲透了 在黑馬B那邊 會搞事的人 這些都是令到 這些組織之間 一時三刻 就不會停止他們的乾鍋 而最重要就是 以色列那邊 這次對他們來說 若然他們不把握這次的機會 成勝追擊 把整個巴勒斯坦拿掉的話 相信下一次的機會 就將會很遙遠 所以 對他們這次來說 是自在必得 這次的一場 暖局 是短期內都不會止息下去 可能 對全世界有同理心的人來說 就沒有人想見到這個局面 但是 根據 過往的了解和分析來說 相信絕對是 一時三刻 是解決不了的 就不會好像 俄烏的戰士那樣 都很近落幕 隨時在今年 2024年 會寫上一個 圓圓正正的句號 但是中東那邊 他可以說得是 現在剛剛才進行他的序幕 由於洪海那邊的物流 就斷裂 現在 中國就有另一個Plan B 就是陸上的絲綢之路 我們的中歐班列 我們中歐班列 在這個世界歷史上 可以說得是 數一數二 重大的陸路運輸的革新 中歐的班列 在亞洲這邊 就已經橫跨11個國家 100個城市 而去到歐洲那邊 也跨過25個國家 200個城市 由我們中國的哈薩克 走出去的時候 經俄羅斯 白羅斯 波蘭 德國 法國 最後去到西班牙的 馬德烈 彷彿就好像將傳統的絲綢之路 帶來現代 即是現代的版本 所運的 就不是昔日的 那些絲綢 茶葉這麼簡單 不是圖詞這麼簡單 而是這個世界的百貨 包括科技和原料 應有盡有 就是因為 海上的運輸成本 已經漲了兩倍 至到數倍這麼多 甚至還要經這個好望角 那裡繞道而行 輕則 就是延遲15天 重則大部分情況 都是差不多一個月的 適逢我們中國 就是新年大過天 在春節之前一定要運好貨 完成了那些訂單的交付 過個好年 然後等過了年之後回來 才開始做新的訂單 這個是我們中國的慣例 所以盡量都希望 在春運之前運好所有貨物 如今中歐班列 也都價錢炒高了 20呎的標準貨櫃 由原本的2000美元 去到現在炒到6000美元 三倍這麼多 但是不是你有錢 你就可以運到貨 倉位已經爆滿 多條線路已經 因為要交付外國的物流貨物 已經早就被人預訂了 就是一倉難求 大家都在欠倉位 雖然知道 中歐班列不是去到現在 此前此刻 才受到重視和歡迎 其實中歐班列 曾經在一段時間 炒到1萬美元 剛才說到現在炒到6000美元 曾經炒到1萬美元 那麼多 到底是什麼時候 就是病情的時候 因為病情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國與國之間很多 不同的封鎖 所以 中歐班列 變成了一個 他們運輸的工具 當時曾經一度炒到 1萬美元一倉 標準貨櫃 現在就是在說 那個需要的時數 錢是一回事 如果經海運的話 還要考慮安全的問題 一覺不覺意的時候 就要選好40至55天 還要有安全的考慮 所以其實 在這個 湖快力量組織 進擊 鴻海的商船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大公司 已經知道 立即要轉計劃 已經由12月 開始預訂中歐班列 我們中國的浙江二烏 就是這個 產百貨的大工廠 由二烏那邊 乘住中歐班列 可以將我們中國的貨物 直達到歐洲的另一個盡頭 仿佛就像中國的一條長龍 來貫通這個大地一樣 後來中國的龍脈 我們中國的建設 能夠為及大地另一個盡頭 無遠乎屆 而這條長龍所需要的時間 就是18至20天 可以說是比海運 省了很多時間 貴就貴一點 但是物超所值 起碼可以先交貨 當世界面對這個紛爭的時候 很明顯 這個禍亂的根源 完全全成因為巴爾的戰線 到底這個世界兩大的強國 中美又如何去 在這件事上 進行表態和出力呢 就在26和27號 我們中國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會 兼外長王毅 就應泰國的副總理兼外長邀請 就在曼谷那裏 和白宮安全顧問沙利文 來到會面 所討論的呢 就是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台海 一個就是洪海 話說呢 台海那邊也有問題 24號 美國的軍艦 穿過台灣海峽這件事 是我們中國不能夠接受的 所以這次也要拿出來說 我們中國一直以來 對於紅海那邊的現況 都是說到一定要 停止騷擾和進擊正常的民用的商用的貨輪 這次這個對話呢 可以說得是有其代表性 因為大家如果還記得的話 就是去年11月這個G20峰會的時候 中國和美國那邊就破了兵 就表示要恢復多個渠道的戰略溝通 要管控分歧 今次曼谷外長王毅和安全顧問沙利文這個會面 可以說得是恢復了軍事溝通以來 首次凝重地討論這個世界 黨禁如今發生的戰線局勢 美國那邊指道 說中國應該施展它的力量和影響力 促使伊朗能夠壓制胡塊力量組織的行動 而英媒那邊一搶一和就指到 他們得到可靠的消息 記住這些字句 可靠的消息 得到伊朗那邊消息的人士透露到 而路透社也說中國那邊已經做了 已經利用它的影響力 來促使伊朗壓制胡塊力量組織 這些英媒和路透社說的一定是沒有好事 他們所做的就是要離間中國 伊朗或者胡塊組織 這些不同的人士之間的良好關係 事實上我們中國所表態的就是 無論巴爾的戰士也好 洪海那邊的局勢也好 任何影響到世界正常商業往來的東西 都是不允許都是不好的 中國都會勸喻他們停止 但是干預到別人的內政原則和主意 要站邊在任何一個禍亂和戰事裡面 中國是絕對不會的 因此才會有之前 伊朗和巴基斯坦 在國境上面因為有刺激組織的搞事 所以生亂的時候 世界的媒體都要故意將這些 程度說到是國與國之間的不和 然後伊朗和巴基斯坦都申明 是邊境的力量分子在搞事 但是西方媒體就要說到 中國因為有大水喉有大利益 所以伊朗和巴基斯坦都會聽中國的話 故意要說到這樣 那我們就不要中了西方媒體 他們的詭計 他們的語言藝術 事實上中國也都 黃毅也都表示到聯合國安理會是沒有授權 在也門那裡進行任何力量的出擊 即是直接這句說話就是說美國 如今組成什麽十國聯軍這個行為 是沒有受到聯合國安理會的授權 是他們自己自發的軍事行為 所以如果說到最後 美國勞私動眾這樣去踩入紅海的時候 如果純粹為了那些區區 雞毛蒜皮的商業利益 那些航運的話 怎麼說都說不通 他踩進去的時候必定有圖謀 一定是想再一次建立中東那邊的勢力 而他們的目標就是也門 那現在就說一下到底以色列那邊 和拜魯頭那邊是怎樣的情況 話說最近內塔尼亞湖 我會覺得是自己流出了一段錄音出來 就是1月23日的時候 他跟一些人質 我不是不懂中文 而是那個字如果不讀質字的話 是會非常敏感 所以油管那邊是會封的 所以我會用待遇來形容這個 被夾的家屬內塔尼亞湖 就在錄音裡面譴責美國 也譴責卡塔爾 因為卡塔爾被譽為 哈馬神聖鬥士他們的水喉 也是他們的錢包 而哈馬神聖鬥士 也在卡塔爾那裡 有他們其中一個分陀 有屬於他們的政治指揮中心 內塔尼亞湖譴責這兩個人 就說會壓住哈馬屁 但是卡塔爾在暗地裡 不停地用錢 來繼續資助他們 而美國就做不到事情 在內塔尼亞湖眼中 美國的角色和卡塔爾 仿佛好像聯合國和紅十字會一樣 他這樣比喻的意思就是形同虛切 在內塔尼亞湖心目中 聯合國和紅十字會都不是什麼時候 那麼國際法庭他更加也當他沒有 最後內塔尼亞湖就被南非那邊指控 他在巴爾戰士裡犯下錯 這個對人一個民族進行洗牌的行為 內塔尼亞湖說這個裁決 我覺得極之荒謬 我會繼續以自己的議員來繼續做事 當庭就在眾目攜攜下 在法官面前這樣來反駁 事後隔兩天來發新聞稿都不會 即時來反駁 可以說是他主戰的決心是多麼大 也都怎樣當國際法庭都是臭死 內塔尼亞湖指導卡塔爾和美國這麼多交易 卡塔爾剛剛才再一次批十年 給美軍用他們的烏代德空軍基地 這麼朋友的時候 這些關係完全幫不了手 還要內塔尼亞湖自己做事 出動他的情報組織架頭 再會見接下來據說 美國情報組織架頭 Burns和埃及那邊的情報組織 會三方一起去談談 怎樣可以去有限度 來指揮和換回那些被夾了的人 以色列被夾了的人 而那段錄音就是 是在以色列的電視台播出來的 如果是一些不想人聽到的東西 為什麼會在自己的電視台播出來呢 其實自己流出自己的錄音 這件事是我極度懷疑 而這一招呢 也一點都不罕見 因為我們香港的前特首都曾經用過 例如說 在香港封煙4在2019年之時 我們一個前特首 就自己流出了自己和商界裡面的討論的內容 內容就是關於自己怎樣不想做 就被人被迫留下 又說上面一定要行這個逃犯條例等等 他說到自己好像騎虎難下 又說到自己好像夾在中間左右 做人很圍欄那樣 完全都不像一個地方應有的領導的風骨 所以很多人都奇怪 為什麼那段錄音會流出來呢 是不是他自己流出來的呢 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流出來 因為始終都沒有證據 但是呢 就跟當時他的意願 想表達的東西 但是不敢直接表達呢 這個就好像很有一致性 同樣被指控 犯下這個以人一個民族 進行洗牌行為的罪行 也都不止內塔尼亞湖 還有美國的敗路頭 美國敗路頭呢 就嚴重了 因為巴爾這場戰事 就導致他大失他們民主黨的年青人票 民主黨那邊呢 是專門打種族和年青人票的 年青人就是任性的表現 就是自我感覺良好 活在當下 不受規管 和不受傳統約束 民主黨呢 就最多這些心理自我感覺良好的唐衣 賀人之物呢 來去餵他們的 還有民主黨那邊呢 是很喜歡用這個 賀人之物的 就是對他們美國來說呢 就是日常必備的寶品 但是呢 雖然你要縱容一些人任性 讓他們喜歡你 這班人呢 就是無事就為朋友 有事成復兵 這班人呢 遲早連你都反賣 因為他們是任性的嘛 什麼人都不聽的嘛 所以如今 巴爾的戰士這件事呢 其實關係到美國起中東的利益 以色列 是美國起中東很重要的一個勢力的伸展 但是呢 那些年青人呢 雖然呢 美國是一個全世界最強的國家 我們是全世界最強的子民 最民主 最自由的子民 但是呢 不知道呢 背後呢 是有人付出了很多 是有人開僵僻土 是有人在場被管轄 所以他們才可以自我感覺 他們不明白這件事 總之他們就要反賤 如今敗老頭呢 盡失民心 失去了年青人票 而且民主黨那邊很多同理心反顏者 很多反賤分子 也會失去他們的票 那會不會此消比獎呢 就跑去投下特朗普呢 其實一定不會的 但是最須知道呢 特朗普在當年 是破了美國歷史紀錄 7400萬票 拜老頭都破8000萬票 但是是假的嘛 我自己是這樣覺得 哪有可能同時間兩個總統都破紀錄的 所以特朗普只需要穩住自己有的票 此消比獎之下 令到拜老頭那邊沒有效呢 那就已經可以了 拜老頭 在1月23號 就出席維珍尼亞州的一個演說 在這個演說 他故意帶同他的妻子 和副總統賀錦麗一起出席 就在說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問題 有什麼重要的問題 還是比國家大使這個世界封煙射起更加重要的呢 就是女性能不能夠自己決定自己能不能流腫的問題 很重要的 這個在美國 一大票員來的 拜老頭的演說 就是2024年自主身體 這個就是他們那天演說的命題 他說 女性應該有自由控制自己身體的權利 想生就生 想不要就不要 這個才是真真正的自由 這句演說 拜老頭也準備了他的講詞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 在這樣的局勢底下 他還沒開口 他的群眾已經有幫人 就在大叫 就叫他 是這個洗牌周 他叫做拜登 洗牌 就是我為他改的 洗牌不是真的 在澳門洗牌那些洗牌 是對別人的民族洗牌 那個英文字就start with Jen 我不能說整個字 一說就 你這個節目都 所以就叫他洗牌周 為他起了個花名 或者那些人不停叫喊 幾多細蚊 幾多BB 到底有幾多人在這次的戰事 就禍及了他們 這幫人 不停地喊口號 也舉起了巴勒之旗 也不停地舉他們的口號標語 拜老頭也有所應對 拜老頭就知道最近很多人的反距 所以他就一定要拿道德高地 他就以這次為題 就說 勸人們 你們停止政治操弄 停止政治操弄 這句說話 來自美國第一大政治操弄的高手 拜老頭 其實這句說話真的挺諷刺 他之後第二句就說 不要拿女人的命 和自由 來玩政治 哇 多有道德高地 人家在說你主戰 在巴勒斯坦那邊 無條件支持以色列 但是你可以現在 因為你今天說的女人 所以就搬個女人出來 去做擋箭牌 這些就是玩政治 其實反過來 你可以跟他們鬥無賴 你可以說 麻煩你也停止 拿小塊條命 來玩政治 都可以的 因為現在是他們任性的民主黨 隨時決定自己留不留種 為什麼美國那邊 有些州份的出身率可以這麼高 而美國的平均出身率可以到2點多這麼高 其實一定要歸功 就是因為很多共和黨的州份 他們信傳統的他們那一派的基督教 他們就是不會 不要自己的種 同樣的示威行動 也都此消彼彰在美國各處都有 在紐約為之最嚴重 拜路頭本來是在這次的講詞 就準備了大概13分鐘的講詞 但是很艱難很艱難 才講了20分鐘 當中就被人折了13次這麼多 停頓了13次 他沒有斷片都已經很厲害了 兩班人就在他講話的時候 都沒有拜路頭說什麼 就在那裡對麻 一班就是反戰那些 一班就是拜路頭的死忠粉絲 兩班人就吵起上來 支持拜路頭那些當然是叫拜路頭Encore 什麼叫Encore 做完4年再做多4年 反戰那些就在說 每個小時兩個媽媽 多少小孩這些標語 意思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巴勒那邊離去的頻率 又或者巴勒有權活下去 這些標語 當然就一定要有拜路頭下台 這個是搞事分之必備的 因為叫人下台 民主黨那邊出盡九牛二虎之力 怎樣用國會事件 來到去 等這個特朗普有罪名起來 他就參加不了選舉 但如今看來拜路頭 都不多 自在 因為他隨時被冠議 這個反 這個世界應有的倫理道德之罪 就是對這個民族進行洗牌的行為 所以他這次2024年的選情 都岌岌可危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在節目結束之前 就到我格仔來講一下 接下來新潮民最新推出的 哈爾濱冰雪 以及俄羅斯之旅 今次我們這個行程 是特地應了節安排給大家 為期十三天 由2月25日至3月8日 有興趣的朋友 就可以Whatsapp過去 加852 68287447 報名查詢價錢 當然還有可以來查詢行程 到時我們會玩些什麼呢 天氣方面又需不需要擔心呢 一般來說 在這個月份出發的 都不用擔心太冷 由於已經過了春節 選到2月25日出發 到時 日頭的天氣大概是-3度至-5度之間 就不會太冷 但依然能夠看到冰雪 而晚上比較冷的時間 我們逆租回酒店 那裡有暖氣 就算外面多冷 都沒有相關 我們第一天先會由香港直飛去大連 然後再由大連乘搭高鐵 就會去到今年萬眾觸目的哈爾濱 休息完一晚之後 我們就會去到松花崗的觀光索道 欣賞一下結冰的松花崗 究竟它有多漂亮 之後我們就會去到太陽島雪雕 欣賞一下鬼虎神宮的雪雕 它的造型以及結構究竟是怎樣 然後我們就會去到非常火爆的 哈爾濱冰雪大世界 太陽島就看雪雕 這裡就看冰雕 相信大家看新聞都見過這些圖片 之後第三天我們就會去到 同樣都是有很漂亮的雪景 中歐式建築福爾加莊園那裡 然後去到第四天 我們就會去到 曾經在日軍侵華期間 在哈爾濱那裡 就做過一宗喊人聽聞的事 這個就是著名的731歷史博物館 在華銀之餘我們也不忘這一段歷史 再之後我們就會出發到五大連池市 來欣賞一下我們國家的五A級景點 五大連池風景區 這個由火山爆發堵塞的河道 就形成了五個串連形狀的染塞湖 在山頂上面也很明顯看到火山粒陷形狀的樣子 當然這裡是不會再爆發的了 就成為了一個這麼漂亮的風景區 再之後第六天我們就會去到 中俄的邊境城市 黑河市 在這裡我們就會看到 中國和俄羅斯兩國之間首座的跨角公路橋樑 這個就是黑龍江大橋 然後在玩完一天的黑河市 我們第二天就要準備去到俄羅斯那邊 第七天的旅程我們就會搭船 來渡過黑龍江 去到俄羅斯遠東第三大城市 布拉哥圍辛斯克 從前這裡也叫做海蘭炮 但自從被俄國人佔領了以後 他就改了名字 而這個城市也保留了大量前蘇聯時代 所遺留下來的古老建築物 在這裡我們就會玩兩天 來參觀這個俄羅斯城市裡面的著名景點 以及上面去體驗一下 用盧布去購物 之後我們就會回到對岸 乘船回到黑河市 而乘船回到黑河市 回到我們中國這邊的時間 大家會發現到很多戰鬥民族 也就是俄國人 都會去到黑龍江那邊 就像我們香港回深圳一樣 因為我們中國這一邊的東西又便宜又漂亮 在免簽證的情形下 中國以及俄國的人都可以互相來往 所以我們這次去俄羅斯的城市 其實也是免簽證 只需要有回鄉證就可以了 然後第九天我們就會去到紮農自然保護區 這裡是丹鼎殼的故鄉 而除了丹鼎殼 還可以看到白鶴、白頭殼等等珍貴的珍琴 然後第十天我們就會去到著名的大慶市 說起大慶 第一時間我們就會想起大慶油田 今時今日的大慶 依然是可以產出石油的 到時我們就可以來參觀一下油田的採油機 順便了解一下在我們新中國成立之初 大慶第一口油井究竟是怎樣的 然後到第十一天我們就會回到哈爾濱 來看看東北地區裡最大的東正教堂 聖索菲亞教堂廣場 之後我們也會漫步很出名的中央大街 這條街已經有過百年的歷史了 然後到第十二天我們就會去到很著名的東北虎林園 在這裏的老虎非常生猛 也是世界規模最大的東北虎繁殖基地 除了東北虎之外也有白虎、獅子以及美洲豹、狼等等的猛獸 當然就不少得 世界非常珍貴 有到獅子和老虎結合的獅虎獸 在全球來說獅虎獸都不過二十隻 在玩完這十二天之後 我們就會乘坐高鐵 前往大連 休息完一晚之後 我們就會由大連機場回到香港 結束這十三天的旅程 而今次的旅程也是由我格仔親自設計 每一個隨團團友也會贈送一張 夠用十三天的旅遊數據卡 以及今次我們也會乘坐 簡稱為飛基爾的豪華旅遊大巴 還有去到俄羅斯那邊也有當地的俄羅斯導遊 去到大團 所以大家就萬物錯過了 記得聯絡這個WhatsApp電話 去到報名查詢以及詢問價錢 就是WhatsApp加852-6828-7447找潘小姐 去到報名的再說一次 是WhatsApp加852-6828-7447 聯絡這個WhatsApp 期望在到時見到大家陪我玩足這十三天的旅程 那好了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臨結束之前提提大家 記得做齊新潮民三寶 以及記得去到檢視一下 在你按了訂閱之餘 有沒有按鈴鐺再按全部 這樣才可以收發到我們的影片通知 拜拜